來吃冰不僅嘴巴吃 連眼睛也在吃耶 你看這個冰 超可愛的 像小白菜一樣 阿欣 為什麼你當初 會想要做這種雙色的雪花冰呢 因為我覺得市面上 很多雪花冰 但是沒有那種兩種顏色 跟兩種口味的雪花冰 所以我們當初創辦 就想說不然我們來試試看 研究看看 開發看看這樣子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冰自己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這雙色雪花冰的祕密呢 就是這個 同心圓的雙色冰磚 好像連倫一樣 這爆出來的雪花冰 會有兩種顏色 兩種味道喔 好…好舒服喔 很舒服的口感 其實這種吃下去 它就是綿密細緻到不行 然後它那個是牛奶的香味 跟這個抹茶口味 它的抹茶香是淡淡的清香 但是不會到很甜膩 是很好吃的 所以就算吃一整碗 也是非常欣賞的 那旁邊這一碗呢 這一碗就是我們的 鮮果芒果雪花 這個是夏天才特別有的 一個產品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產品都是你們 就是每個季節做更換的嗎 對 我們會有不同季節 像現在夏天的話 就是芒果為主 我們南部的芒果香氣很夠 然後也非常有名 再慢一點會有普利的白香果 接近9月 10月 我們會用宜蘭當地的紅心芭蠟 小農去生產的一個農產品 去做我們特色的雪花冰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生活環境非常好 水質也好 冰的口感也相當好 水質也是占了一個因素 然後這邊盡可能帶入 這邊特色的農產品 把這個地方的特色再把它 宣傳出去這樣子 還有這個南瓜豆漿 是老闆研發的特別組合 沒想到豆漿和南瓜 也可以這麼契合 不過其他的口味 也是各有死忠支持者 像是這道花生口味的雪花冰 不只選用本土花生 老闆還要特別翻炒過 味道相當濃郁 這些手工製作的冰品 都不含化學 添加物 和人工色素 但是靠著食材本身的色彩 就刻劃出令人驚喜的季節風景 觀眾朋友 真材實料 你看它車路切麵真的就是 奇異果的這個果肉在這邊 然後它吃起來是酸酸甜甜的 就是它奇異果的香味 這個有下重本 這個有 因為我們就是在製作產品的 裡面是希望 我們自己本身都會 吃店裡面的產品 所以我們就是當 做成家裡面的人自己吃 還有這個 裡面有黃黃的這個是什麼 你猜猜看 猜猜看嗎 可以直接吃看看嗎 可以 好豐富的口感喔 很特別對不對 很特別 它是起司條 對 而且它是鹹的 對 這個是芋頭 所以它是芋頭起司 對 芋頭起司 非常厲害 好特別喔 除了芋頭起司冰棒 聽說你們這邊還有一個 經典款的是什麼 有 我們的牛奶玉米口味 足以小時候的懷舊的口味 所以是復古跟創新 然後兩個加在一起 在這邊冰店上 就是大家都來可以這邊 體驗一下是不同的冰種 是的…